藥物交互中益基本上它不会建议跟这些SEP3CA的一些抑制机会有的核心使用 包括所谓的Phenitone,HR-Co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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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Co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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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 另外它跟一些酵素的抑制性比如说Frosetin这些东西 必要很小心它会降低它肝脏代谢提高它的毒性 另外这个药物合并抗拟血药物的使用的时候要监控拟血功能 以免产生一些不可逆的交互作用 不建议Mirroribin使用这个药物的病人去使用活性检毒疫苗 或者是因为这种全身性的活性检毒疫苗可能会有致命的风险 建议如果可以用,要用去除活性的疫苗 另外使用Mirroribin合并mitomycin-C这个化理药物 可能会增加对吃气管的痙攣和呼吸困难的风险 Mirroribin跟Syspatine病用的时候 颗粒性白血球减少的发生率会高于单独使用的新型 Mirroribin跟Labatinib,这个泰加定病用的时候要先注意它的剂量 这注意剂量就会建议的剂量在下面这个地方有所表示 另外指出药物像这种5HT3的结抗剂 比如说Grensension,Odysension 并不会改变Mirroribin软胶囊的药物动力血 生育年龄跟怀孕妇女服药前要做怀孕检查 已确认患者并没有怀孕 怀孕期间不得使用Mirroribin 生育年龄在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最多3个月内 最多3个月内都必须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 另外使用Mirroribin的病人应该停止瘦乳 建议使用Mirroribin的男性在治疗期间跟开始治疗之后的最多3个月内 不可以让女性的伴侣怀孕 使用Mirroribin可能会导致永久不孕 因此在治疗之前男生应该要考虑保存精子 对驾驶跟操作能力来讲确实还是有一些会影响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小心